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水晶所有需要知道的事 我自己大约一年前开始感受到指引 告诉我是开始使用水晶的时候了 我以前并不相信水晶 所以刚感受到讯息的时候其实心里有点排斥 后来慢慢开始接触 到现在水晶已经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就像冥想是一种在非物质层面 帮助我们提升频率的方式 水晶是一种在物质层面的工具 每种水晶都有它独特的频率 当我们把水晶佩戴在身上 或是放在家里当摆设 水晶的频率可以影响我们个人的能量场 现在是一个开始使用水晶很好的时间点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地球不同区域的底下 有着像山脉一样的水晶 这些水晶是从亚特兰提斯时代被遗留下来 里面储存着亚特兰提斯时代的智慧 而现在这些水晶慢慢开始被激活 当它们被激活之后 里面所储存的资讯会透过地球能量网格被传送出来 第二个原因是当频率提高到某个程度 我们的精续练会开始充足 身体的分子结构会慢慢开始改变 变成像是水晶的分子结构 可以直接接收储存讯息 而灵魂在转世中 所获得的知识和记忆 也会慢慢浮现出来 而佩戴水晶可以帮助我们的物质身体 从碳转化成为水晶的分子结构 水晶和其他自然界万物一样 是有意识的生命体 所以在使用水晶的时候 是一种双向的互动关系 水晶可以帮助你提高频率 帮助你达成目标 但要让水晶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最重要的是加上自己的意念 意念是一种能量频率 它会指向接下来的方向 水晶更像是辅助的工具 它会帮助你放大自己本身的频率 帮助你更快地达成你想要的目标 今天的影片会和大家介绍 所有关于水晶所需要知道的知识 包括如何挑选水晶 如何激活水晶 帮水晶充电 还有为你自己量身定做出 最适合的水晶矩阵 在选择水晶的时候 第一步是设下目标 你希望水晶帮你什么 每种水晶的功能都不同 本身能量也不太一样 比如说你想要挑选水晶 来保护自己的能量场 在具有相同功能的水晶里面 可以去感觉哪一种 和自己的能量是最契合的 另外当你发出意念之后 适合你的水晶会自然而然地被吸引过来 如果你在店里或上网购物的时候 忽然莫名地被某块水晶所吸引 它很有可能就是你当时所需要的 比如说你忽然对橘色水晶很有感觉 有可能是因为你正在经历一段情绪清理的过程 在购买水晶的时候 可以将水晶握在手上一段时间 每个人应该都会有一只手 对于能量的感受特别强 比如说我自己是右手 对水晶能量的感受比左手要强 如果水晶的能量是适合你的 当你握着它的时候 你会感觉很舒服 感觉身体很轻盈 心情会觉得很愉悦 有些频率很高的水晶 当你刚碰到它 或是刚把它佩戴在身上 会有一种电流通过的感觉 而过一阵子 当水晶的能量 和你自己本身的能量开始融合 这种感觉就会消失了 刚买回来的水晶 最好先用一些方法来净化它 就像我们需要净化家里的能量厂一样 有时候制作珠宝的人 贩卖水晶的店家 或是之前拥有这块水晶的人 他们的能量会传导到水晶上 所以净化水晶的能量是很重要的一步 可以避免接触到自己不想要的能量 水晶使用一段时间之后 也需要定期清理 如果你开始感觉水晶变得比较重 或是戴在身上的感觉 没有像以前那么好 这通常就表示水晶需要净化和充电额 如果每天使用的话 最好每个礼拜至少清理一次 我自己最喜欢用的方式 是将水晶放在太阳底下直射 阳光可以同时达到净化和充电的功能 有一些水晶在阳光下放太久会容易褪色 像是紫水晶、粉水晶、银石和一些浅蓝色的水晶也会 但水晶褪色并不会影响它的功效 如果你害怕你的水晶褪色 可以用透视膏来净化 透视膏本身的频率很高 所以它可以净化其他水晶的能量 可以购买透视膏做的手链 和其他水晶一起佩戴 也可以买透视膏板 将水晶不用的时候放在上面 或是买透视膏做的水晶波 有时候冬天阳光不足 但想要净化你的水晶 这是个很好的选择 另外也可以用海盐来净化水晶 可以将水晶放在海盐上面 或是用海盐水来清洁水晶 有一些水晶的质地比较脆弱 比较不适合用盐水来清洁 通常水晶的质地如果是片状的 像是蓝金石和黑色托马铃石 这些石头不适合浸泡在盐水里太久 用白鼠尾草来烟熏也是很方便的方式 如果你拥有非常大量的水晶 一个个的去净化很麻烦的话 可以使用高频率的音乐 像是西藏颂波、水晶波 这些高频率的音乐 可以帮助水晶释放掉原本储存的能量 在开始使用水晶之前 最好先激活它们 目的是让水晶的能量和你的能量融合 同时让它们可以发挥最大的功效 激活水晶的方式 你可以将水晶握在手里 如果你是右撇子的话握在右手 然后用呼吸把注意力放回到自己的身体上 观想自己的能量和水晶的能量 慢慢的融合在一起 这时候你可以告诉水晶 你希望它帮你完成的事情 在陈述的时候越清楚 越具体越好 比如说请帮我集中注意力 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之内 完成手上的工作 或是请帮助我和我的指导灵 高我连接 让我心中的疑问可以得到解答 如果你刚开始接触水晶 佩戴水晶座的珠宝 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可以直接感受到它的能量 如果你平常习惯用右手 右手是你传送能量的手 而左手是你接收能量的手 大部分的水晶都适合戴在左手 戴在左手的时候 代表你能够吸收这个水晶的能量 它能够为你的内在带来转变 而戴在右手 代表你想要将水晶的能量 传送到周围的能量场 传送给周围的人 也代表你想要给别人的感觉 比如说粉水晶的频率 是心轮的能量 它可以帮助我们让自己的心更柔软 打开心门接受爱 对别人怀抱慈悲 也具有疗愈的功能 如果你希望能够感受到更多爱的能量 或是你想要开启心轮 清除心轮堵塞 可以将粉水晶带在左手 如果你希望周围的人都可以心中充满爱 想要发送疗愈的能量给别人 或是你想要结交更多的朋友 吸引到合适的伴侣 可以将粉水晶带在右手 有一些情况比较适合将水晶带在右手 比如说当你想要释放体内的负能量 释放负面情绪的时候 可以在右手带黑色的托马铃时 黑色托马铃本身可以转化负能量 也具有保护的功能 将它戴在左手的时候 会帮助你更接地气 保护自己的能量不被干扰 戴在右手的时候 可以帮助你释放体内的负能量 蓝青石也有类似的功效 蓝青石本身可以帮助你 照准七个脉轮 让七个脉轮可以顺畅的运作 而戴在右手的时候 它会帮助你释放脉轮阻塞的能量 另外一种适合戴在右手的是白水晶 白水晶像是频率的扩大器 它可以放大其他水晶的能量 也可以放大你本身的频率 将白水晶戴在右手 很适合用来显化你想要的事物到生活中 比如说你想要显化更多的丰盛 这时候可以将黄水晶戴在左手 黄水晶会为你带来更多的自信 活力和财富 而将白水晶戴在右手 可以将黄水晶的能量 扩大显化出来 接下来我想请大家一起来玩水晶矩阵 为你量身定造出最适合自己的水晶矩阵 水晶矩阵基本上是将不同的水晶排列组合在一起 让彼此的能量能够增强放大 就像是人多力量大一样 水晶矩阵并没有固定的排列组合方式 你可以完全依照自己的直觉创意来摆设 也可以让它成为家里摆设的一部分 做水晶矩阵的第一步 是了解你希望它达到的功效是什么 也许你希望家里的气氛更融洽 家人的关系更和谐 或是你希望能够进化家里的磁场 设下目标之后 再去寻找具有相关功能的水晶 我通常不会用超过三到四种的水晶 因为你会希望水晶的能量是比较集中的 用太多种不同的水晶 会让能量变得比较分散 虽然大部分的水晶都可以摆放在一起 但有一些水晶放在一起 反而会抵消掉彼此的功能 比如说黄水晶和紫水晶就不太适合放在一起 因为紫水晶能够让你放松 帮助睡眠 增加你的直觉力 而黄水晶刚好相反 它会让人感觉有活力 精力充沛 如果两种水晶的功能刚好互相抵触 就不太适合同时摆放在一起 或是同时佩戴在身上 另外一种情况是天使光环水晶 天青石 蓝纹玛瑙 这些水晶的能量像是风一样很轻盈 可以帮助我们与高维度的天使高灵连结 它们不适合和黑钥匙一起使用 因为黑钥匙的能量很沉重 很接地气 如果你很敏感的话 它可以用来暂时关闭你的超感应能力 如果你想与高维度连结 同时接地气 稳定与地球的能量连结 可以用黑色托马灵石 来搭配跟其他高频率的水晶一起使用 做水晶矩阵的时候 通常会按照神圣几何图形来盘列 像是生命之花 Metatranscube六角形的图案 但并没有一定 你可以按照自己的直觉来排列 而矩阵的中心通常会是圆锥状 或是三角形的水晶 因为这些形状很适合传导能量 矩阵完成之后 最重要的是让它上传到 以太层的能量层面 这是我放在客厅的安达拉水晶矩阵 它是一个六角形的矩阵 矩阵的中心我喜欢用透石膏 它可以进化家里的磁场 同时进化其他水晶的能量 不同的水晶之间可以用白水晶来做连结 因为白水晶可以放大彼此的能量 安达拉水晶可以提升整个空间的频率 帮助你回归到自己的神性 同时疗愈身心灵 水晶矩阵做好之后 可以用白水晶在水晶矩阵上方 逆时针的方向画圆圈 水晶和我们一样有物质身体和能量身体 而在画圆圈的同时 可以观想水晶的能量体 不断地往上飘浮 扩大 浮到天花板上笼罩着整个空间 这时候就是在把水晶的能量上传到以太层面 上传之后可以让水晶放着 继续大约一到两个礼拜 如果你自己做生意 或是你想要达成某个健身目标 或是你想让家里的气氛更愉悦 都可以参考这个水晶阵 这个水晶阵主要是用黄水晶 黄水晶会让人更有活力 也会为家里带来快乐的气氛 中间我是用黄铁矿 它会让你更有意志力 能够坚持下去 达成你的目标 它同时也代表了财富 在旁边我加了绿色玛瑙和冬灵石 它们都代表繁荣新盛 也能够帮助身体健康 如果家里有宠物 可以让宠物佩戴冬灵石 也可以买碎的冬灵石 把它放在盆栽花园里 或是家里的鱼缸里 它可以帮助植物生长 帮助家里的宠物身体更健康 这是我放在卧房的水晶阵 里面我用了三种不同的黑色矿石 包括托马铃石 黑钥匙和黑马脑 如果你希望在睡眠的时候 可以更安稳 不被其他灵性打扰 不太做梦 可以在床边放黑色矿石 做的水晶阵 如果你希望能够做清明梦 或是希望能够在梦里接收到更多来自其他维度的讯息 可以放紫水晶 粉水晶也很适合放在卧房 它可以帮助你更放松 更容易入眠 在水晶阵的周围 可以放上条状的透湿膏 来加强保护作用 最后祝福大家都能打造出最适合你的水晶阵 帮助你完成你的梦想生活 最后祝福都能打造出最后祝福 最后祝福都能打造出最后祝福 最后祝福都能打造出最后祝福